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創用CC 那麼你從這邊進來呢 這個創用CC指的就是什麼 創作跟使用 那麼因為我們要就是了解一下那著作權嘛 所以說你現在著作權的話 如果我要用你的 我一定要先去問你 你又不會授權 用什麼方式授權 那這樣一來一回之間 是不是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就有了所謂的創用CC這個計畫 希望說創作的跟使用者可以比較方便 一眼就可以知道你是用什麼方式授權的 那我就照你所規定的去做 所以你會看到你可以從這邊 我們點到這個台灣教育那個創用CC好了 你進到這邊之後呢 因為他現在也知道大家都很懶嘛 所以有懶人包 有沒有 這裡有懶人包 原則上創用CC就會有這四種圖示組成 這四種圖示來組合起來 那圖示越少代表什麼 授權的方式越寬鬆 圖示越多代表你要遵守的規範越多 所以我最喜歡的就是這一種 我只要告訴他我來自哪裡就好 那你要拿去做商業用途 拿去做修改都沒有關係 這是最簡單的 那如果你看有一個不能賺錢的有沒有 那他就會再加一個這個 就是你可以拿去但是只能用在 比如說你可能在學校的學術研究的 或是作業的 那他也這個就沒有關係 因為不牽涉到盈利 這樣也了解 那麼除了這個以外呢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是蠻麻煩的 因為裡面一般寫報告啊之類的 老師也都要求你說 你的資料來自哪裡是否要引述一下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還太麻煩了 你就找上面這個公眾領域的 因為這個是大部分大家比較沒有特別留意的 公眾領域的有兩種 有兩種 一個叫CC0 一個叫PDM 有沒有 那這兩種的話呢 只要是人就可以拿 不要問我的名 那你了解嗎 直接拿了就走 直接拿就走 那PDM呢 就是我的人類共同資產 比如說什麼 有沒有有很多 博物館啊圖書館 他收集的是年代久遠的 已經超過著作權的 比如說像我們的詩池 萬里長城 金字塔 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 你也不知道要給誰錢嘛 所以那就不用 好那就可以直接拿去 那另外一種是 雖然他還在 著作權保護範圍裡面 可是我自願放棄 你就拿去用吧 好這叫CC0 那麼現在呢 了解這兩個之後 因為有些圖庫 就專門收集這兩個類別 那這樣你在使用上 就比較沒問題 就比較沒問題 那當然我們不代表說圖庫不能買 圖庫也有他的功能 因為畢竟他做比較多的事情嘛 幫你做一些情境的結合啦 對不對 你也省下一些事 幫你做一些合成 或者拍一些比較我們平常 不會拍到的 那當然你要感謝人家 所以他可以賺錢 這OK 但是如果你覺得說 我願意自己去再花時間去找 我沒有那麼多錢 但是我有時間 那也可以 所以你找下面這邊 有沒有 我這裡有寫一篇部落格文章 就是你除了這個圖庫以外 我有收集大概一些 可是你網路上找 也可以找到很多 好 我就把藏起來 你看一下 這裡 那像這個地方 我這裡就是先講一下 我剛剛講的那些內容 好 首先第一個就是有一個 台灣的那個部落格的 部落客 他就利用Google的那個收訊群 你就可以直接找很多個 很多個 這樣也是一種 第二個 Flick 最近Flick賣給別人的 哈哈哈 Flick也是很多 攝影奈藥者他們的 那所以他們在上傳的時候 他就可以讓他去選 你是CC0的還是PDM的 好 CC0或PDM的 也可以 另外呢我找這個 我找下面這個 因為這個有中文 各位在看會比較容易 好 我們就先找一個 好 你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用中文的找 你可以用英文的找 比如說你想要找我們 找中台 我不知道會不會找到 哈哈 好 不知道有沒有人上傳我們學校的 好 搜尋一下 真的沒有 哈哈哈 我找台中也許會有 有 有 有一些有沒有 好 那你就點一下 來 重點在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 CC0授權 不用 可以做商業用途 不要求署名 這樣了解了 那 好了之後呢 你就按下載 他還很貼心的告訴你 阿不然你的解析就要多貼 這樣了解吧 好 所以你就可以選擇適當的 然後就按下載 阿這個 你要告訴他 我不是機器人 好 有沒有 不要問你名字就下載了 這樣你拿去用 沒有問題 這樣了解 那當然你會影像合成 你就可以做很多的 其他的處理 欸 是 Google圖片呢 他也沒有什麼分 啊 啊 Google圖片有部分分 有部分分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一下 好跟你講一下 所以這個 我用這樣給你看中文 你是比較看得懂 好 那我再找另外一個 這個 一個 欸 看一下 好 用這個好了 沒有 不然找 這個 770 走不行 開新分列好了 好可以 OK 這裡的 有沒有 CC的 那你就找看看 你要哪一種的 點進去 好有沒有可以用公共領域的 公共領域的 不過因為他這邊都有翻譯的 所以其實就還好 就還好 如果你不太了解 就可以點進去 再確認一下 他是用什麼方式 有沒有 CC零售權 這樣有看到的 嗯 就是自願放棄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我拍了反正你要去用 沒關係 好 所以我們去了解 其實就是說 我今天真的要 我不願意付錢 你願意花時間 嘛 那你就去找 找符合你需求的 這樣也是可以 那麼剛剛同學提到的 如果你是找Google的 這裡有 其實如果你要找Google的 你找了之後呢 在這邊 這個是我要找透明圖的 我會加上這個 好那我先 就是用Google的 剛剛同學說 我要找圖片 我怎麼知道這個圖片 有沒有授權 點進去 你看這個 我記得好像工具吧 有沒有使用權限 你可以選擇 雲不允許商業使用 不過這裡的 比較分類不是那麼明確 你一定要點過去 再進去裡面看 一張一張確認一下 這樣會比較安全 因為比如說我這個 維基百科上的 維基百科上 基本上都是免費的 但是能不能商用 要看一下 好現在的重點是 你要商用的時候 這一張不見得 你能夠用喔 那你就要連到 維基百科去看一下說 他這張圖片的來源 是來自哪裡 是不是需要做一個 連回去的連結 你看下面這邊 他有一些相關圖片 我看一下在哪裡 因為他有的圖片 就是你要再檢查一下 好再檢查一下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 就是找剛剛那種圖庫的 你會比較方便 反正就全部都收在一起的 好就收在一起的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這個是這邊 那也有影片的 好也有影片 不過我們今天不是影片為主 我們就不需要 那另外呢 如果你要已經具備好的 因為我們今天 你看我花了很多時間在做基礎的 對不對 可是等一下我們Photoshop那邊的時候 我們會很重要的 你要會選東西 要會具備 所以 如果你連這件事情 也想叫我等一下不要講了 你就要用這一種 懶得 這類 有沒有 懶得 具備 對外稱作 摳圖 因為我們現在會有 那個大陸的同學 這個要講一下 你可以找PNG的圖庫 已經具備好的 不過我必須想一下 大部分這種具備好的 多數是不能商業用途 對不對 不然人家就不用那個 好你看一下 有蠻多 像這個網站我就蠻喜歡 可是它免費方案就是有那個 但是它好處是它上面都是3D的 你可以自己找角度 喜歡的就下載下來 不過呢它免費的就是會有這個線 有看到吧 有看到 但是它有好處 那如果你要這個也可以 像這個也很好用的 點過去 好 沒有 來 我就開新的分頁就好 好我就來這邊 你可以直接找 也可以找什麼 一些 有沒有 這一種的 它有幫你分類 比如說你要找這些 政治人物的 下面還有 政治 這裡 這個沒有肖像權的問題嗎 這個喔 就是不能商用啊 不能商用 對 不能商用的 好 川普先生 我記得在第三頁 第二頁 在這裡有沒有 所以你點一下 你要哪一張 點下去 這一張就是去備好的 那你就直接下載 download 他也懶得問你的名字有沒有 但是你要記得 就是這個 大多數 大多數你看license 有沒有 for personal use only 這樣了解 因為你要會看那個授權 你就相對比較不會去侵犯到別人的這個著作權 只是說我大部分我都有看一下 我上面有寫哪一個網站 他能不能商業用途 大部分都是個人比較多 個人比較多 因為給你玩的 給你玩的 所以 這是了解一下 你也可以這樣找 當然你也可以用Google去找 直接用我們剛剛那兩個關鍵字 PNG跟SVG 這樣也可以找到 不過這個找到的 當然就沒有版權的那個過濾 你要搭配剛剛我們講工具那邊 再稍微過濾一下 當然你條件色月嚴謹 能夠找到資料就相對比較少 對不對 好所以 但是你要會 我剛剛講的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 各位 如果你今天要找圖 我找這樣子 是不是一堆 對不對 但是我幫他加上了 PNG 你有沒有覺得狗狗變乾淨一點 有沒有發現 那到底有沒有去背 點進去 各位 如果你看到背景圖是這樣 恭喜你這樣去背 而且他還有陰影 還記得我們剛剛講 TNG的特性嘛 對不對 那 但是千萬不要按右鍵複製喔 你也會有 因為Windows的剪貼布就是那麼遜 你一複製 自動幫你放棄透明資訊 所以呢 我這樣複製完 丟到這裡面來 開一個新的 貼進來 你應該知道後悔了吧 你看 有沒有一個黑的 有的會白的 有的是黑的 所以呢 我們 要使用這功能 麻煩你 一定要另存 圖檔 除非你用微軟的Office Office直接複製拿進去可以 哈哈 他只對自己很好而已 所以這樣很難用 好那 記得 但是有一個不要被騙的 如果你找的 在縮圖就有這種網格的 我告訴你 那是假的 因為它是點進去裡面 才會有 有沒有 如果你是縮圖就有的 拜託你不用點 點了也沒用 哈哈 好 那你看我們剛剛找的是PNG 我換一個 SVG 你有沒有覺得比較卡通一點 因為SVG是向量的 PNG是點正的 這樣了解它的概念了 所以呢 你點下去 有沒有這張是透明的 這樣你要用也是比較OK 所以關鍵字你可以組合一下 至少效果就比較好 OK